希望我们再来聚焦单独两孩 下周备受市民关注的单独两孩政策 将在市人大常委会上提交审议 一旦表决通过 单独两孩政策将在上海落地 寄生政策调整或带来人口出生的增加 社会资源配置就成为了重益的焦点 这其中产科儿科等医疗卫生资源 更是首当其冲 昨天单独两孩政策在北京开始正式实施 记者在北京妇产医院看到 尽管从全年开始就提前准备 但是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人满为患 让医院可谓是压力倍增 从北京的情况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上海 近几年上海每年出生人口 保持在22万左右的小高峰 产科儿科也是经常逆床难求 如果单独两孩来了 考验岂不是更大吗 应对单独两孩上海准备好了吗 那么今晚我们就从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成长的历程来梳理一下 面对单独两孩城市和家庭 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今晚做过我们演播室的 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院长 人口研究所的丁金洪教授 丁金说你好 刚刚我们提到了 我们从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来梳理 首先最开始就是 家庭要决定究竟生不生第二个孩子 那您掌握的数据 目前上海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 大概有多少 这个根据上海卫生机身委有个估计 那么这是静态的看 现在可能在今后五年内符合政策 并且愿意生孩子大概有十五六万人 十五六万人 那么这个如果在五年之内消化掉 大概每年三四万人 但这个是个静态数字 每年还会有新的增量 也就是新的进入这个政策的群体 另外还有你不要说 从其他户籍地来的家庭上海的人 那么他们实际上也是会变成符合政策的人 所以应该讲 可能实际的符合政策的生育的人数 可能会高于三四万人 可能到五万人左右 五万人左右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吗 跟我们已有的总量比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 那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了北京的情况 就是单独两孩政策落实之后 产科医院的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 那这是实际上社会需要做的一个准备 您觉得上海目前产科医院的这种资源配置的情况 能不能够满足未来几年 每年可能有三四五万这样的新生而增加 这种情况 目前的存量 这个要应对这个总量 可能在二十五万甚至更高的这个水平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应该讲上海在这方面 还是应该有比较好的 比较充分准备 但是同时我们也实际上也是在 希望我们的市民 特别青年的市民符合条件的居民 也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孩子正常的出生 不一定费力到最优质的资源的医院出生 很多医院都可以生孩子 所以我们全社会资源动员起来 应该讲应对这样一个出生高峰 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就是优质资源可能是会缺乏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孕妇来说 可能生孩子并不一定要到最好的医院 大家可以有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刚刚我们讲的是出生这个环节 包括家庭要做的准备 和我们社会资源要做的准备 但是生了之后 这可能对于孩子抚养的过程当中 最基本的我们就是要算笔账 究竟我们多生一个孩子 这个家庭要多花多少钱 我们来给大家算笔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是社科院前两年做过一个调研 从孩子出生到六岁之前 上海家庭每年在孩子身上的平均支出是三万块 如果生了二孩那么年轻白领家庭 基本要有一个成员的收入 全都用在养孩子上 而养一个孩子从怀孕到大学毕业 至少也要六七十万 还没算上要买动不动就数百万元的学区房 包括经济的同胀这些因素 再加上这些我们保守点来算一下的话 大部分家庭至少要准备个一百万元左右 这个数字对于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 这是可能一个家庭要做的准备 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随着这些孩子增长 每年五六万的孩子 如果增长到一定年龄之后 就是会不会带来一些社会资源配置上 就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情况 你刚刚讲的家庭这一笔账 我觉得是一方面我能够认同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现在我们家庭对孩子有过度抚养 只像这种情况下 把孩子的抚养成本适当地降低下来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社会资源肯定会面临刚性的上升 因为我们很快会面临一个孩子和老人一起 快速增长的阶段 特别是孩子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阶段 这个需求是刚性的 我们社会家庭都应该对他承担起责任的 所以在这方面政府的投入肯定应该加大 否则的话是很难应对的 就是丁教授刚刚觉得 我们政府首先在基础教育的投入上应该加大 那么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也是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后 对于我们的相关的配套资源如何来更好的优化配置 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些代表委员是怎么说的 这个大型受区的开发 新兴兴这个受区的建设 那在教育的配置上面必须要留出一定的余地 不然的话到时候措手不接的 母亲来说 那么养约第二孩子他必须要休两次产假 那么他回到家庭 那么重新就业的这种风险和压力就是成倍的增加 那么对于妇女的再就业 也应该做一些那个提前的政策的储备 很多一系列与他的这个成长伴随的 很多相应的这种社会的保障 我觉得应该是都是要有一个统筹的考虑 他才能够使这个政策真正落地 刚刚很多代表委员和您的意见也一样 就是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更好的进行资源的配置 那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这些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对具体哪些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 那么可能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在教育资源 这个方面 那么过去因为这一块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 曾经出现过老和幼儿之间的互相替代 就是我们孩子少了就把学校改成进老院 孩子多了再把进老院改回成学校 但是可能我刚刚也讲到了可能经过一段时间 这种互相可以替代的局面可能会渐渐的消失 所以这个我觉得政府应该充分的酝酿 这个对这个特别是社区附近的这个这个这个幼儿园和小学 这个资源应该是赶快做出这个规划这个新建 这个确保增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应该的出生的高通时期 刚刚我们讲的是教育 教育之后孩子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就业 那将来会不会就业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就业呢 我个人比较乐观 因为这个这个增量水平呢 这个和和总体的就业人群的比呢 它不是一个最大的数字 因为上海的这就业群体最大量的是从外面吸收进来的 而且呢这个呢靠市场呢 这个增量这个来来影响这个这个就业呢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当然不是说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增量对整个市场来说 是不足为虑的 我们刚刚是梳理了一下 我们社会资源需要做怎样的更好的配置 来满足这个单独二孩政策 实施之后可能形成的一些问题 但是对于家庭来讲 我觉得这么多年孩子成长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都是独生子女家庭 现在呢变成了两个孩子 是不是家庭这个关系也要重构 那么原来的大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很多媒体呢都做了采访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大孩子 对于将来如果有了小弟弟小妹妹 他们是怎么看的 给你叫个弟弟妹妹好吗 我想你先出头你和弟弟妹妹过吧 妈妈再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 不好我不要他 我照顾好他 不好 我想把爱都传给 都给我 别人都给 一半给我 一半给他们 谢谢 我们再要一个小宝货好不好 宝货什么事 你生个妹妹我就生一个弟弟 孙女妈妈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你也就是不好 能商量商量吗 我能 德哥你有一个妹妹了 啊长什么样子呀 和你很像 那个可能会回去 小姐让我让我让你 这个最后一个稍微有点极端啊 人合理 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大孩子 普遍都不能够接受啊 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出现 那对于家长来说 是不是生之前也要跟孩子沟通一下 这个呢 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还是 反映的很真切的 因为这个都是孩子很天然的 天真的一种反应 这个 但是呢 我也觉得 这个是不是有所选择啊 这个因为 我不知道他采访的量有多大 这个 也许还有其他的 更多的孩子 有更多其他的想法 这个 我觉得呢 一方面我们应该 这个关注孩子的想法 也听一听孩子的意见 但这所谓听 也是要教育他们 那么更重要的呢 我觉得是 孩子是很可塑的 我相信这个家庭这样的生育决策 孩子 这个 可以听一听 但是不一定非得他的参与 因为呢 这个我相信 真实的孩子到了身边之后 很多大孩子会 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 很多关爱 甚至得到很多伙伴的这样的快乐感 我相信这个过程 会对他们来说是更可贵的 通过家长的引导来重构一个 和谐的家庭关系 他事实也会教育他 好 谢谢丁教授 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单独两孩的出台 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口政策调整的信号 但当它落实到了各地 就成了一个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 必须因地制宜 制定各种配套政策 而这里所说的政策 涉及一个孩子咕咕坠地之后 需要马上转动起来的 各种公共服务的机器 下周 上海单独两孩政策 将经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其中会有哪些细则 细则又细化到了哪些方面 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好